加入豪门的西梦瑶还没有演戏的孙丽有见 2021年有人发现孙丽竟然开着一辆价格320万的兰波基尼出来购物 而且据说这还是孙丽家里比较低调的一款车型 之前的他随手将一辆几十万的车送给了自己身旁的助理 只是因为这辆车实在是太占地方 孙丽的名下不光有一辆500万的麦巴赫 还有各种各样款式的奥迪车 就连孩子也为他送进了学费几十万贵族院校 据说没有点本事和人脉还没办法进去 这样一想西梦瑶嫁给赌王四房的儿子何游君 或许真的有些吃亏了 虽然西梦瑶在娱乐圈中的地位的确不如孙丽 但是凭借其在唯觅秀上几次风光的走秀 西梦瑶仍然还是人们眼中光鲜亮丽的国际超盟 当时他名下的奢侈品代言 以及各种供样的服装秀绝对不少 在国际地位上西梦瑶也要远远的超过娘娘孙丽 如果说孙丽凭借着自己的低调都能够在娱乐圈唠到百亿身家的话 西梦瑶继续在圈内待上一段时间 至少也能够和孙丽混个平级 最关键的是孙丽因为能挣钱 所以在家中享有绝对的主导权利 就连丈夫洞超对他也是既爱又怕 在接连生下两个孩子以后 孙丽变得更加勃气 再加上他光是上海的豪宅就有横起套 其中有两套市价已经超过了一个亿 在其他各地的房产以及资产也不少 这些东西大多都写在孙丽的名下 即使是离婚 孙丽也绝对不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 以及圈内的名气 可是西梦瑶就不一样了 他在自己最巅峰的时候 选择下给了何游君 自此推掉了自己所有的工作 而且为了能够满足婆婆连安琪的心愿 还不得不接生了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的存在 不但阻挡了西梦瑶在圈内继续的发展的脚步 而连安琪也不希望自己的媳妇 竟然是娱乐圈中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艺人 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 西梦瑶似乎变成了豪门的生育机器 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和喜好 每一天所做的事情 就是如何去讨好自己的婆婆 很多人都认为 其实以西梦瑶以上的情况来看 嫁豪门本来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如果说是圈内的一个三线小明星 根本这么了几个钱 努力嫁到豪门 还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 可是以西梦瑶当时的本事来看 他凭借自己就已经能混成个妇婆了 根本没有必要去费尽心机的讨好别人 说到底 就是西梦瑶恋爱闹 所以有些吃亏了 大家认为 西梦瑶嫁豪门真的有意义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